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明这里面你看这些姓名它都是重复的 那为什么说还没有发现重复值啊 当我们对多列使用删除重复项的话 它就说把这一行当中每一个元素啊 全部视为一个整体 那么只有这一行当中所有的内容 与下一行完全相同的时候 它才视为重复项 那么这样呢是无法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需要的 那么要从这样的一个表格当中提取这个不重复值 那么一些函数达人呢 他会用到公式的方法就像这种 咱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复杂的公式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公式基础不是太好的同学 你直接看都看晕了 那么更别说去修改啊去编辑啊 那就变得非常困难 而且呢像这种算式的话 它的运算效率啊是十分的低的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数据有几百行几十列 那么基本上这个公式就报废了 说了老半天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数据表 我们要提取这个不重复的姓名 怎么能够处理呢 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个 一个cell当中黑科技 那么就是利用数据透视表 来提取这个不重复的名单 那么首先呢 我们按outdp 调出这个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的向导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选择这个多重合并计算数据区域 选中以后下一步 那么这里呢保留它的默认选项就好下一步 在这里啊 哎 要我们来选定这个数据区域了 注意我们选择的时候呢 你看是从A1开始选取 一直选取到K8 也就是说在这个人员名单前面 那么这一列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提取这个不重复姓名之外的这样一个区域 哎 你如果要是选择这个B列到K列的话 那么你在提取这个不重复名单的时候啊 它就不完整了 好 我们单击添加 然后呢下一步 直接点击完成 哎 你看它出现了这样一个透视表 那么现在啊咱们不用担心 我们把这个页1给它拖动出去 把这个行呢从这个行标签也拖动出去 同样的把这个列也拖动出去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值 从这个数值这儿啊拖动的行标签 哎 你看现在啊 就OK了 咱们整个的一个数据透视表就把我们所有的姓名 给提取出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内容选中以后复制 然后呢右键粘贴到这儿 那就得到了一个不重复的名单 并且呢这样的一个不重复名单啊 它是按照声序进行排列的 你看这个Excel它多智能啊 既为我们提取出了不重复的名单 而且呢还对它进行了一个排序 我们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了这个数据透视表的多重合并计算数据区域功能 那么用这个功能来创建透视表的时候啊 它会默认把这个数据区域当中 那么最左侧列的字段呢 作为行标签 所以说如果是说我们的数据 假如说这样 那么你在处理的时候啊 就要先从前面插上一个空白列 然后选取的时候呢 是要包含这个空白列的 也就是说这个空白列呢 是留给数据透视表作为行标签来使用的 好 这节的内容啊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观看 再见 谢谢